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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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謝大家今天的參加 不好意思 我就用大家都能夠了解的語言來介紹 我是台灣突破之友會的文會 今天非常非常的開心 有這個機會能夠邀請大家 以及我們三位很重要的代表 一起來關注這個議題 台灣突破之友會其實成立以來 我們一直在台灣所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推動更多台灣的朋友 能夠了解突破的議題 關注他們的現況 以及他們的苦難跟掙扎 我們在推廣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舉辦了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像學術研討會 就是我們這次5月11號 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術研討會 有這樣的活動之外 我們還辦很多學校的巡迴演講 紀錄片的放映 還有就是我們每一年定期的呢 都會從台灣組一些台灣的參訪團 到印度流亡藏人的社群 當沙拉去做交流參訪這樣 那在做這些推廣的活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藉由了解別的族群 進而更認識我們自己族群的一些關係跟問題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辦這樣的活動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發現 最近有一個很火紅的名詞叫做中國因素 那中國因素這件事情呢 其實深刻的影響了我們生活現在的每一個角落 它其實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地方 那我們其實有我們的擔心是 我們很想要讓更多的台灣朋友了解 這件事情的嚴重性跟重要性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所以我們就想到了邀請這三個 同樣的在中國政權的統治之下 消失的這個國家消失的這個民族 這三個重要的代表來跟我們來到台灣 跟我們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 給我們 進而給我們一些啟示跟教訓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現在這個問題 所以呢 今天我們邀請來的這三位特別來賓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別 他們今天能夠坐在這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第一位邀請到的是 東土耳其斯坦也就是大家比較熟知的那個名詞 就是新疆 當然我們現在不會用這個名字了 這代表伊里哈姆先生 那第二位呢就是 我們比較熟知的內蒙古 可是我們現在也不用這個名稱 叫做南蒙古 南蒙古的人民黨主席 伊里哈姆 對不起 他的名字有點難念 特募其樂圖先生 那第三位就是 從印度達朗撒拉流亡社群來的 他的組織是九十三的副會長 魯卡就是李克仙先生 那九十三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他是一個前政治犯的組織 顧名思義就是從 中國境內流亡道 達朗撒拉流亡道 印度來的那些 曾經在中國的監獄裡面被關押過 受過很多不得人到待遇的這些 前政治犯的一個組織 那今天呢他們的分享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話不多說 首先呢我們就先來邀請 特募其樂圖先生來幫我們做他今天 很重要的精彩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台灣 來的一個真實 正像在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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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看到的一樣的 那講的說是好山好水好地方 台灣是個真實的好地方 呃 這個國家 但是我們的國家呢 已經是被中共佔領了 呃 所以呢我們處在一種 那生死存亡的關土 共產黨和中國文化呀 對這個 非我獨立 它是這個比較 呃 很痛苦的一個經歷吧 我現在給大家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講到這個 剛才介紹說我是 內蒙古人民黨的主席 我就想從這個名字說起 因為這個歷史上這個 這個內蒙古人民 最早這個這個黨是成立在1925年 在張家口 當時的名字叫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呃 他是受這個共產國際 就是斯大林的這個東方局吧 還有呢 呃 呃 共產黨的北方局就是呃 李大釗等 還有 國民黨當時也支持他 所以他呢 集了這個 就是蒙古人中啊 有左派有右派 都成立了這麼個組織 呃 最後呢 1927年呢 國共兩黨分裂了以後呢 這個組織也分分裂了 呃 所謂的右翼呢 投靠了國民黨 就白雲梯啊等了 後來他好像來過台灣 也當過蒙藏委員長 他是 呃 左翼呢 就是乌蘭夫等人呢 參加了共產黨 共產國 推共產國際 最後呢 就是跟了這個中共 這個河 河流吧 呃 做了這個 呃 他還做到過這個 中華人民國副主席 這個河流 二五年 後來分裂了以後 這個組織就不存在了 就等於消亡了 1945年 日本這個戰敗以後 當然就我們的情況 要說一句呢 說中國人是抗制戰爭 我們是連日戰爭 我們當時聯合日本打 這個 呃 跟中國打吧 因為我們自己 單獨打打不過他們 是吧 所以後來當時也在日本統治時期啊 中國 那個佔領中國 我們也跟他們聯合成立了一個 猛 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猛江自治政府 呃 後來日本戰敗以後 我們這個這個組織 這個政府就被成了巡藏品了 最後被中共佔領了 這個時候呢 在東蒙地區啊 日本投降裡的話 在東蒙地區的蒙古人成立了 呃 東蒙政府 呃 在西蒙呢 有一個西蒙 臨時共和國 蒙古臨時共和國 不是叫西蒙 蒙古臨時共和國 在東蒙自治政府 東蒙政府的這個主席 叫華雲曼多夫 呃 華雲曼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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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就是帶領他們政府的幾個主主要人 到這個呃 蒙古要求 內外門合併 嗯 當時呢 當時就是說 他去以前呢 他作為一個政府成立 他的基礎呢 又要把就是 把歷史上的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恢復 作為他的組織上的支持的基礎 後來到外門後 當然因為斯大林 毛澤東 或者雅爾塔的這個蜜月 最後呢沒有成功 呃 外門也拒絕了這個統一 因為斯大林在那邊 這個事情已經定下來了 所以就回來了 嗯 後來共產黨呢 這個軍事逼近內蒙 又通過烏蘭夫來這個呃 威脅利用這些蒙古人 最後呢 他們呃 多數呀 在這個大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呢 就是接受了烏蘭夫的跟共產黨搞自治這個主張 所以呢 就是內蒙 19 呃 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呢 他49年10月1號成立的 但是呢 呃 這個這個政府呢 是就是共產黨控制的 他主要是第四野戰軍 呃 辽東軍區啊 在控制的一下 蒙古人在武裝威脅下成立的一個 蒙古人中的一些脱靠這個中共的人呢 烏蘭夫為首的這個成立的一個所謂的自治區吧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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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這個45年恢復這個內蒙黨呢 宣布 呃 解散 有些轉入共產黨 就這個又結束了 這是第二個內蒙黨的問題 後來呢 我們這個成立這個內蒙黨呢 是1997年 在這個美國的這個普林頓大學成立的 當時有幾十號人吧 從各地來 就說 因為在這個之前我91年呢 越境從內蒙古 因為他們要抓我 所以就進入蒙古國 所以我們在那呢 他們因為我進去沒有政見是吧 所以非法入境判我三年 但是我也沒做那麼長 做了半年就經過總統的特赦吧 出來後來很快92年初就到了德國了 我到德國 我一直以這個內蒙人權保衛同盟的這個名義活動 因為我們在這個組織 我們在內蒙成立這個地下組織 當時我們考慮到呢 這個用人 因為國際社會越來越的人權關注 可能用人權組織的形式在外面好活動 除了到97年呢 大家覺得內蒙的問題不僅僅是人權問題 也是個政治問題 也是個民族命運的問題 所以廣呼於人權呢 這個還不是全面 所以最後決定成立這個內蒙古人民黨 為什麼要成立這個黨 我剛才教的歷史上 就是因為這個有兩次這個內蒙黨 所以將來如果要是搞歷史的 就研究這段的 我就不知道怎麼稱呼來 因為25年代他們叫老內蒙黨 就是搞史學研究的 45年那個叫新內人黨 那麼我們97年成立那個 就不知道怎麼稱呼叫新 或者怎麼說呀 就是交代一下 為什麼我們把名字要叫做內人黨 就是因為一個是有前兩次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因為1966年底吧 到1969年5月22號 這個在內蒙古發生了一場 挖內蒙古人民黨的運動 簡稱挖內人黨運動 當時毛澤東派北英軍區副成員滕海清中將 他率領69軍進入內蒙 對內蒙實行全面軍管 就說進行了赤裸裸的民族大屠殺 對蒙古人進行赤裸裸的大屠殺 殺了這個六萬多人 而且這些人呢 就說沒有一個人是因為反抗的情況下被殺掉的 都是老老實實呆的情況下 以這個內人黨這個名字啊 就是被被殺掉了 我的爺爺也是在這場運動中被殺掉的 所以呢我們呢 就是成立的時候要叫這個內人黨 就是因為說呢 不忘記這段歷史 第一 第二個呢 我們要重新尋找我們的出路 要重新譜寫我們自己的歷史 因為我們覺得跟著共產黨啊 跟著中國呢 我們的生命安全沒保障 你坐在家裡老老是待著他來殺你 他今天心情好了說我殺錯了 明天他心情不好呢 還不知道找個什麼借口要殺 當時蒙古人的知識分說呀 共產黨或者中國人 中國政府呀 對蒙古人就像那個韭菜一樣 剃茶 這茶長高一點他就要剃掉 再讓你長完一會再剃 他對你是這個不放心嘛 他要這個奴役你控制你 又怕你反抗 所以他把你精英分子幹掉 結果這次來的抗坑228 好像跟這個是一樣的 是吧 他要佔領台 統治台灣呢 又怕台灣人這個什麼 把台灣那些精英人物 斬草 出根子一下子幹掉 這樣他覺得可能是 把這個階段呢 把這個地方 統治稍微穩固一點 或者他們少點麻煩 當然在內蒙這次屠殺呢 還有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當時呢 這個 六九年 六七年 六六年開始啊 在這個 中蘇邊境發生了這個 珍寶島發生了 一些土壯衝突 還有在 這個蘇聯接近呢 這個 中國西北邊境 按現在的共產黨的話說 新疆 按這個 我們這個兄弟的話說 東土 土耳其斯坦那個地區 也發生了一個 稍微規模大一點的軍事程度 毛澤東和周恩呢 他們的判斷是啥呢 中蘇之戰不可避免 所以呢 他一個外交上 他最後跟這個 後來發生了一些 跟這個 美國 這個 跟美國這個 緩和關係啊 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訪華呀 這是後來的事情了 但是在內蒙地區 他認為毛澤東戰略認為啥呢 俄羅斯人打過了以後呢 中國的武裝力量 或者他的武器裝備社會 不如俄羅斯 硬打的話說呢 他覺得損失很大 毛澤東戰略是分一線二線 我們內蒙算 南蒙古算一線 還有二線 對 他先把俄羅斯人放進來 完了再 就跟那個 所謂的抗日戰爭 說吧 蔣介石和他們的策略 先把日本人放進來 當然也不放他們 擋不住啊 這個也是個 所以放進來以後呢 再慢慢往打出去 這樣後呢 如何把俄羅斯人放進來呢 那個 俄羅斯 那個裡頭有 外蒙古國 說呢 他把蒙國一進來以後呢 跟內蒙人一聯合 要實現這個內外蒙合併 所以呢 他想把內蒙一些精英分子幹掉 這是個他的 我覺得特別 這是個毛澤東的一種 怎麼說啊 他的一種 非常陰險狡詐的 陰險毒辣的一個 對付蒙古人的辦法 我們成立了內蒙黨以後呢 就是說 就是因為這種歷史原因呢 我們成立了一個政黨 然後把這個黨呢 叫做內蒙古人民黨 所以簡稱也是內蒙黨 文革中被屠殺的時候 他們也叫挖內人黨運動 是這麼個組織的由來吧 當然我們呢 現在說 還是個弱勢的 我們的公共 我們的這個 怎麼說 鬥爭還在 在國際上剛剛開始 就是我們推進的速度也不快 一個是我們的能力不夠大 或者不 我們自己的能力還是不夠 很強吧 還有一個呢 國際社會的關注點也不大 但是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我現在來台灣呢 我覺得啥呢 我們想 把我們的問題 講給大家 我們想跟全世界 所有關注我們的朋友們 聯聯繫起來 聯繫聯合 對我們呢 共同對付這個邪惡的中共 或者中國暴政 內蒙古的 南蒙古的問題 因為這個 對 還有這個內蒙南蒙 這個老師說 因為這個我們呢 從現在中國地理 地理這個書上啊 或者是名稱上啊 就我們那個地區叫 內蒙古自治區 這個蒙古人民共和國呢 從這個漢文的史籍啊 或者是習慣上 都願意稱作外嗎 這個東西我覺得名稱並不重要 但是 因為這個從蒙古人本身的立場上 不分內外 他只是站在他人的 或者中原王朝的立場上 稱內外 所以我們覺得這種東西 還是有中原王朝的那種味道 就對我們的一種 他給我們命名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有權命名 另外蒙古人呢 不應該從資深角度 不分內外 只分南北 所以從地理的概念上呢 我們是因為在南邊 可以說叫南蒙古 這樣更符合一些事實 蒙古國呢 是在 就是北邊也好 我認為它是 如果從整個蒙古的佈局來看 它可以算中間蒙古 中央蒙古 因為在俄羅斯境內 還有三個蒙古共和國 當然 它已經是很多說 俄羅斯文化的影響很大 一個是呢 卡爾米克共和國 一個是布里亞特共和國 一個還有個土阿共和國 這個從人口情況看呢 就是蒙古 蒙古人呢 在這個 俄羅斯境內 在幾個共和國 加起來一百多萬 在蒙古國呢 是有三百多萬 在 中國統治下的蒙古人 加上內蒙古 內蒙古秩序境內 有個四百多萬 其中外面 原來是蒙古地盤 或者原來什麼 是分散的 中共 從西邊 這個 在這個 蒙古爾斯坦的 這個地方也有蒙古人 還有在 白拉拉麽出生的故鄉啊 阿姆多 我們叫奉奈 也有蒙古人 一直到黑龍江 遼寧 這個總共加起來有 二百多萬 所以就中國 統治下的蒙古人 有個六百多萬 就大概情況是這樣 我想說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麽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呢 現在面臨的問題 不是統獨之症的問題 是一種生存問題 因為呢 共產黨就說 把我們蒙古人 快這個快要命了 因為我們是個 游牧民族 我們是要這個 游牧就是說 能流動性 曹廠很大 所以呢 共產黨把我們的曹廠呢 都被破壞了 我們的游牧啊 沒地了 沒曹廠了 就像農民重庄 在沒地裡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共產黨啊 毛澤東佔領著 在那之前 蔣介石也搞過 改省涉嫌 也搞過武裝從肯 但是呢 共產黨來了以後 他是變本加厲 他把 一個是把這個 內地的人口壓力 就說 向我們那地方轉移 畫我蒙古 牧野 為漢家糧田 就是對蒙古人土地 進行掠奪 他是把漢人移進了以後呢 開荒重地 有的時候是整批整批地拍進來 所以到文革中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省產建設兵團 他既開墾 又有時候 隨時戰爭的時候 一發武器就能對付你 就說 他是一種 準武裝的一種這個成分吧 所以這個過程中呢 蒙古人的草原呢 被徹底破壞了 因為草原是 我們那個地區啊 草原是這個 植被層特別薄 我們那地方呢 降雨量也特別少 不像是台灣 好山好水 和綠綠的 是吧 我們的地方 有時候是這個 可能不下雨 就災年 就枯黃的 有時候這個震 所以這個地方呢 只適合這個 游牧 而不適合駐地 這是個自然規律 不是我們喜歡 或者我們就願意騎馬放牧的問題 這是一種 我們的祖先 選擇這個也是 另外為什麼叫游牧 游牧就說他呢 他我原來蒙古人有四個 就春夏秋冬四季游 這個游的冬天在這兒 春天在那兒 就是換四個地方 這樣過程中 其他幾個地方呢 所以草 草場在在恢復 所以這樣呢 這個對這個草場保護 後來共產黨來佔就佔 佔的越來越 越來越佔的多了以後呢 連這個四季游的地方沒了 最後呢我七十七十年代初啊 就是我們那兒有個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就是中學畢業以後呢 不上大學 直接到鄉下去 接受說是這個平夏中木 古中農載教 有著毛澤東的說話 後來我放過幾年羊 我們當時只剩了兩個銀盤了 就說春天和冬天是在一個地方 夏天和秋天是在一個地方 現在呢一個地方都沒了 就整個都是草場這個被破壞 破壞了以後呢 最後就沙化 五十年代蒙古知識分就提出了 這樣不行 這樣是違背自然規律的 他們這個中共認為的這些人 是蒙古人在反對漢人 所以就是一種要分裂國家 就抓起來放在監獄中去 有著打成民族有派 把蒙古知識分鎮壓了 現在說呢這個最後呢 刮到沙塵暴 他們才感覺到呢 這是個問題 原來說了很多遍他不聽 現在不僅 而且原來蒙古東部啊 大興安嶺 大興安嶺 小興安嶺 這都是原來蒙古人的地盤 最後呢 他們也都砍伐 日本人說也進行了砍伐 但是呢 共產黨來了 把這基本上原始森林砍完了 最後整個呢 他們呢 覺得他們是當然掠奪性 但是呢 最後呢 這個華北地區啊 失去了一種這個 屏障 從生態鏈的角度啊 這原來他是個 對華北地區的一個 綠色的腰帶 或者一種屏障 結果把這 他們自己破壞了 我們蒙古人是 當然是面臨這個 威亡 或者是 自己的環境被人破壞了 生存被極了 但是他們呢 自己也得到了暴 現在沙塵暴是一個 還有呢 北京的地下水 越來越少了 干苦 所以還是呢 還有加上污染 現在北京領導層中 或者在知識精英中 已經很長時間 一輪牽涂的問題了 是遲早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是一個 對我們的人 生態環境的破壞 在這過程中也 還有一條 生態環境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 阿勒善盟的這個沙塵 那個核廢料基底 中國呢 從六十年代處理 核這個試驗呢 報紙上登了 當時我們那個年代時候 還沒有電視 就是報紙上看 怎麼樣了這樣 但是我們當時呢 就是別說我們 我估計很多知識分 都沒有核廢料的概念 都不懂 這個很含糊 就知道那個原子彈很厲害 因為在日本 美國放了兩顆嘛 黃島長期 具體什麼也不知道 後來 這個七十年代初啊 或者六十年代底啊 就是在這個阿勒善地區呢 有血愛特別多 後來這個剛開始 人也不太知道 包括那醫生 也當時可能也沒那個概念 因為我沒聽人 議論過這個事情 後來最後呢 時間長了 這個地區怎麼血愛 比別的地方高 就是調查 調查了一段時間以後 發現這還有某種輻射 或者是 這時候才猜到核輻射 猜到核輻射以後呢 最後呢 他們要調查說那個 你們當時這個國家機密啊 等那個共產黨統治 當時比現在還要那個封閉性強 然後就把這些材料周恩來 而且不是說小人物 是周恩來 他們是國家總理 他派人呢 說為了這個 是國家機密 把這個材料都沒收 帶走 然後把這些人呢 就說要讓他們封口 不用在床外說 說了以後 你就要負責任 所以呢 這些人怕的也不敢說 後來慢慢知道呢 他們是啥呢 一直從核 因為他的大規模的核實驗基地 是在這個東托西斯坦 但是他這塊是呢 主要是處理核肥料的基地 或者可能 他們有人跟我講啊 因為這個我也沒有是文字資料 說進行過小規模的一些試驗 但最主要是核肥料的基地 因為那塊呢 是沙 在這個 中國政府看來 這塊人員稀少一些 而且那是騰格里沙漠的一部分 阿拉山盟啊 所以呢 他就覺得在這兒 這個比較 安全一些 就在那兒埋 但埋的時候呢 也沒有告給蒙古人 這兒埋了核肥料 也沒有徵求蒙古人的意見 所以這是一種啥呢 是很這個 很野蠻的一種 殖民主義的一種做法吧 埋完以後呢 他這個就說 一直在這兒 甚至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1987年呢 德國反這個核 核運動 比較強烈 最後呢 這個核肥料往這兒埋 往那兒埋 往哪兒埋 大家都反對 最後呢 中國說這個核肥料 我給你買 拿著 埋在阿拉山盟 也是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統計上 他呢 最後呢 德國給他錢 他把錢裝著自己 都摇包裡去了 而且還最讓人氣憤的聲勢呢 就是說 他埋完了 他呢 當地的這個駐軍呢 他用他軍事工作去嘛 就別人不能進的 當地的駐軍喝的水 是從 往 從遠處外面運過來喝 但當地的蒙古人呢 還是喝這個水 你不幫助運 但你應該告給這個水是有危險的 他也不告給 所以蒙古人現在感到是牧民 到現在他也 不知道那個核 核肥舍 或者核肥料 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特別 呃 怎麼說呀 他你們這個 中國這個做法 是非常野蠻的 蒙古 我覺得他們是在要 要屠殺我們未出生的蒙古人 殺我們的子孫侯代 讓我們斷子絕孫 這可能是他們的政策 在這個生態環境這個毀磨性的 還有一個最重要 就是開往 這個近些年的這個 鄧小平是在開始瘋狂的 對資源的這個開發掠奪 在我們那個地區呢 煤礦啊 銅礦啊 還有這個石油 石油可能不如那個 東吐爾西山那多 因為我沒聽到 有大規模的銅礦 小的石油 還有呢 嗯還有一些個這個 其他的礦 煤礦是現在可以說 潛藏量 我們那是在 就是說 在中國佔領地區 是第一第一的 他們呢開了煤礦以後呢 他們是都是露天煤礦 因為這個煤質好 又潛藏 那個 複藏 那個不是太深 所以就直接露天煤礦 剛開始用車運 後來他們覺得這樣什麼 最後呢乾脆就在坑口電站 就是把這個 發電以後呢 把煤瓦了 把環境給破壞了 但是又煤煤 發電呢 又污染這個空氣 最後把這個 最後把這個 他們把這個 這個發電的電呢 運入這個 並入華北電網 公寧北京或天津的這個 供電 所以呢 就給我們留在市 他們是把錢拿 把油市都拿走了 給我們留下是 把環境破壞的這個 爛攤子 或者一片廢墟 而且呢 蒙古人得不到任何 這個我們的寶貝 讓他們拿走了 我們得不到一分錢 只能得到他的害處 所以這是令我們痛心 但是我們現在也無能為力 他們是有軍隊 有警察 他們在掠奪和控制我們的一切 在這個破壞這個生態環境的過程中呢 我們的這個人文環境啊 也遭到了破壞 那個漢人來的時候 他十幾億 他來的時候就像洪水一樣 你有時候 就是咱們可能看過那個 出那裡 就是海嘯吧 是吧 就給我們就是那個樣子 那個是 他進得多了以後啊 你真是 沒辦法 沒辦法 他們 他們又非常 對不起啊 他們又不講道理 是吧 我們呢 說了以後呢 你說的多了 他就把你抓起來了 完了我們這個草原呢 是蒙古傳統文化 是建立在油木基礎上的 馬背基礎上的草原文化 現在我們的草原沒了 那我們呢 不僅危害了我們的生存 也危害了我們文化的這個延續 因為蒙古 草原是蒙古化的根 沒有草原 蒙古文化是沒法存在的 馬背文化馬沒了 沒草原也沒馬了 牛羊也慢慢這個 少了 而且這共產黨呢 最後對蒙古人呢 他非常忙不講理 他把我們草原搞壞了 他說蒙古人放牛 放羊放多了搞壞了 我們放了幾千年 草原是 最初就像那赤樂歌上的 天蒼蒼蒼蒼蒼 風吹草地見牛羊 後來他們有次 汉人開會請我發言 我說啊現在牛羊都沒了 都是狼了 就是汉人太多了 所以 所以呢我也這個說 咱們感情 從感情的話說呢 我是說如果 這我是跟 漢人講 中國對海外民運講的 如果一個民族 能夠搬家的話說 我是願意搬到 沒有中國人的地方去 但是呢可惜啊 這個民族是不能搬家的 這也可能是我們的宿命 我們在哪兒 就要在哪兒活下去 一個人可以出國 可以加入其他國際 但是一個民族 一個種族 必須在他的孤獨上生存下去 如果是幸福 那麼我們活得幸福 那麼我們現在痛苦呢 也是在承擔這種痛苦 共產黨這個 但是還有個就說 他們對我們文化人權 你不要這樣 情況下蒙古人一說話 那就是 你就是啥呢 他是啥呢 要讓你 不讓你說話 我們有一個朋友叫哈達 他呢 就覺得蒙古人這樣下去 沒有出 最後呢 他在那兒組織了一個 按共產黨的話 叫 叫反革命組織 他組織了一個組織啊 就是一些蒙古人 主要是知識分隊主 說 要尋求一種蒙古的出路 他在裡面 我們當時在外面 他也在裡面 1995年呢 他們因為這個 中共派一個 就怎麼說 探子打進去了 就是那個安全的人吧 最後呢 把他們都破獲了 抓了 抓了一些 剛剛是抓22個人 後來其他都放了 探子兩個人 以分裂國家等罪名啊 把他判了15年 判了15年以後呢 他做完了15年 就到 2010年 12月10號 他整整的15年的刑期浮滿 這個 這是按共產黨的法律判的 那麼他刑買應該釋放 但是他不釋放 他把他從監獄裡是拉出來了 但是壓到一個地方 又繼續關押 而且提出條件 只要他認罪以後 毀過書以後才讓他回家 那個 哈達認為呢 我已經服了15年了 這個 對這個 這個媒體規模 那是我的態度問題 法律的事我已經解決了 不行 最後呢 他哈達是這個 他覺得這個 做了15年了 我憑啥跟你認錯 我要認錯 何必我做這個15年 要我也是這麼想 所以呢 但是呢 最後呢 共產黨就更是 那個怎麼說 特別這個事情呢 讓人 感覺到他們是啥呢 連小流氓都不如 他們把那個 哈達的太太 找個 說是逃稅了 因為她辦書店嘛 為了生存 還有把她的兒子又找了個借口 抓起來 說你要是不認錯 把你老婆孩子 我們也可以判 你要是認錯 你們全家人都回家 到現在為止 她的老婆孩子在 在這個 家裡有點軟禁這種狀態 啥也不讓開 嗯 她兒子說 我要出去 工作 養過兒 父母不行 就等一轉 哈達到現在為止 還沒能回家 而且他們在 關押中 對哈達事情 很多那種非人道 非人性的這種作法 你比如說 大冬天不給放暖器 在那關的屋子裡 呃 上衛生間不給這個 衛生紙 就這種羞辱你 折磨你 就是隨後讓你這個 怎麼樣給他 但是我想哈達到現在 一直挺起來的 這也是我們這種 私好好教 他對付哈達的這個問題 不是對哈達一個人 他就殺雞給後干 所以蒙古人說 你們如果反抗 就是這個下場 但是呢 這個怎麼說呀 嗯 他們這種野蠻政策 也並不一定 完全讓蒙古人 這個屈服 你看前年 2011年呢 發生了一個 呃 摩尼根事件 因為這個 開礦啊 六多资源 破壞草原 那個 拉礦的車呀 在草原上來回頭 我在草原放了三年呀 那個草原直備層 這個博呀 那個車 比方說這有個路 原來他有的地方 他不是公路 也不是北路 因為他臨時在那 什麼 草原都是平的嘛 他走的時候呢 那這塊下雨了 就有點坑了 或者有點水了 他就繞著走 這樣呢 這個草場押回一次 第二年那個春天再長草 時候那塊就不長了 就跟那個人的腦袋上 長凸瘡了以後 好了以後 那塊是個亮的光的 所以這個地草原破壞啊 蒙古人是這個 這個神樹切 而且他們在那過程中 橫沖直創 壓死牛羊的事太多了 而且還有搶蒙古人的這個 牛羊的事也有 他用那個車 蒙古包的那個門堵住 到了那個門 最後他們把人家羊拿走了 蒙古人你說 騎馬追也追不上個車吧 那個人 最後呢追上也沒有 他人多 那個人多 就是 所以這種事情發生很多次 蒙古人呢 這個人無可忍了以後呢 最後這個門跟他們就說 要不讓車從這走 他們就壓死了 壓死了以後呢 因為在這個之前 也發生過這類的事情 但這次蒙古人呢 大家都尋情激憤 在西隆高大盟 西烏中旗 東烏中旗 查哈的這個 鄭蘭旗等一些 包括霍華特地區呢 很多蒙古學生 莫名 有上街遊行 抗議 這樣的話 這個 這個當時呢 國際媒體也進行了 廣泛的關注 包括紐約時報也有報道 那當然自由亞洲台啊 或者其他台也跟我們進行採訪 我們也在外面進行呼籲 後來呢 這個事情呢 嚷嚷的很大 但是呢 就是說他們共產黨呢 最後呢也 抓了一些人 後來倒也是放了 通過這個事情以後呢 蒙古人的這個 鬥爭的 是怎麼說啊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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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的反抗 一個是他這個 長期的反抗 一個是他這個長期的反抗 還有一個呢 就是達拉喇嘛的崇高威望和他的奔走 呃 這個世界各地的奔走 呃 使這個呃 西藏問題成為國際上呃 著名的一個問題 或者人所共知的一個問題 呃 也是很關注的 所以呢 最後 呃 他們的情況現在越來越在好轉 是吧 呃 我蒙古人的情況稍微有點差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 1998年呢 這個 中 呃 車臣代表團到德國 完了 埃爾均呢 他們那 維吾爾人的那個 頭 就是 不能說頭吧 領導還是首領啊 說 叫埃爾均 他們來請那個 我是個蒙古人代表 還有那個 撒旺納羅 以為 這個 對西藏人代表 呃 托布特人的代表 去了 完了 就在我住那個城市 科隆體育館 那個 托爾均人是滿滿的 那個車車代表團進來 嘶 那種那個 呃 怎麽說呀 歡呼吧 那種那個發自內聽的 不是說那 啊 很孤塌 那種 欸 看了以後覺得我們覺得特別是 因为這些托爾均人呢 如果說從選擇上說 并不是说跟他们可能是苏白亲 而不是这个兄弟这个关系 但是他们因为一个是宗教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 他们对他们的事那么关注 后来我当时跟这个脑子部说呀 我说呢 我们这个南蒙古人命苦 他说咋来 我说我们这个宗教上的这个亲戚 我们蒙古人也是藏传佛教嘛 我说就跟你们西藏 结果你们自己都顾不了自己 根本帮不了 不帮我们 我说我们从血统上呢 那蒙古国那是我们的 那是亲兄弟呀 但是呢 他们一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外呢 他们也是啥呢 国家利益高于兄弟情 因为他们夹在中俄两国之间 没有出海口 他们还要 很多地方还做不了 无论从力量角度 还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处境的角度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南蒙古啊 可以说 是个国际人 我原来也发过牢骚 被遗忘的角落 所以呢 也是一个好像是 被遗弃的锅儿一样的感觉 但是呢 广发牢骚也没用 怨天游人也没用 我们准备具体奋斗下去 我们也愿意跟这个 台湾的兄弟们 多联系 让我们 你们今天对我们问题的关注 也就是对我们的这种动力 也是对我们的补物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